今天我们要介绍词与恋爱有关 你们都知道curve是什么意思吗 它最常见的意思可能是弯曲 或者说在国外的大学里 如果大家的分数都很低 老师可能会curve一下成绩 让整体的成绩提高一点 以这种方式来合理调整班级的平均分 但是curve这个词在里语中却是与恋爱有关 是一种委婉拒绝别人的方式 尤其是在发信息的时候 比如你说到表白了 但你不喜欢这个人 总不能直接说no吧 这样有点太伤人了 那么为了给对方留面子 我们可能不会明确直接的拒绝对方 而是会用一种迂回的方式 来暗示对方我们没戏 那对方跟你表白 你就可以不用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你开始说点别的 比如说你说你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了 但其实你没有 或者是你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话题 就完全无视他的表白了 就像curve这个词本身一样 弯曲 你绕过这个话题 不会直面他 这有点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ghost 玩失踪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回去看一下 但curve可能比ghost稍微好一点 curve至少还会给你个回应 但ghost真的就直接人间蒸发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在生活中 如果使用这个词 如果使用这个词 Did Kathy tell you about jack? No, what happened between them? She keeps curving jack, but he doesn't even realize it Oh no, poor jack I know, how come he doesn't understand? If Kathy didn't say yes, that means a no Exactly, but he just doesn't get it 下一期我们考虑介绍 Benching或者是noob 你对哪个词更感兴趣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来交流